庆余年最强战力与雪中最强战力相比 谁更胜一筹 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进行比较一 陆地神仙与大宗师 庆余年中 叶流云在苏州城一剑青半楼的画面 让在场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 大家一致认为 这根本不是人 但这样的情景 在雪中世界里并不算什么 桃花剑神邓太阿曾随手一挥 剑气掠空数百步 将西属剑雨楼劈开 离远一点连看都看不出来 跺进止旋的李纯刚 仍旧能够用两袖青蛇摧毁炮楼 重回陆地神仙境后 更是使出了 惊天地气鬼神的一剑开天门 天象境的王先知 可以让九天之云下垂 四海之水接力 雪中这些惊天之举 显然更胜一筹 而一剑青楼的夜流云 其实也就相当于 雪中的只玄境高手 二 陆地神仙与机器人五竹庆余年最后 五竹手提铁签 以一人之力挑战上万庆国进军 收割无数人头 又杀了不少身手不俗的苦修士 再与庆帝大战三百回合 直至两败俱伤 这种长时间移队多的战役 在雪中是没有的 因为雪中的陆地神仙也需要换气 而面对源源不断的攻击 显然来不及换气 李纯刚广临将一剑破甲两千六 但自身也是到了垂死的地步 如果当时再来几波两千六铁骑 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王先知一人对战三万冬月大军 但那是三个来回 而不是一口气打到底 所以 如果光比耐力 五竹要强于陆地神仙 雪中焊刀形的伏将红甲虽然也很抗揍 但速度远不如五竹 第三 陆地神仙与五竹雷射眼 雪中的陆地神仙近高手 虽然能够呼风唤雨 与天地共鸣 但他们依旧是人 不是神 幸于年中五竹的雷射眼拥有秒杀世间万物的力量 如果出其不意地击中陆地神仙要害 当然是瞬间灰飞烟灭 但陆地神仙毕竟不是凡人 一个二个神出鬼没 飘忽不定 在实际战斗中不可能站在那里让你打 所以五竹要想同他们正面交手 公平对决 最多只有五分胜算 总而言之 雪中的武力设定高于庆余年 毕竟一个是修仙 一个是武侠 纵观整个庆余年世界 大宗师只有寥寥数人 而雪中后期陆地神仙遍地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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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